公司派杨光去外地出差,半个月的活,他一个星期就搞定了,想到离家时,妻子舒小曼满脸的不高兴,杨光火急火燎的提前回了家,他想给他一个惊喜,这次出差走得很匆忙,走的那天还是舒小曼的生日,这自然就惹得舒小曼一肚子的不高兴,杨光到家时已经下午六点多了,天气不好, 路上行人匆匆而过,人人手里都打着一把伞,只有杨光背临得像一只裸汤鸡,但他内心却依然是火热的,毕竟两夫妻这也才结婚三年多,话说小别圣新婚吧,杨光到家时,偷偷开了门,就发现门口玄关处放着一把黑色的雨伞,家里来客人了吗? 杨光嘀咕着,探头看了看,客厅里却空荡荡的,杨光侧耳倾听,卧室里隐隐约约传来了一男一女的说话声,杨光再回头看看,靠在玄关柜边那把黑色的雨伞,他换鞋的动作突然就慢了下来,猜忌就像一条冰冷的蛇, 从杨光的内心无声地向着卧室蔓延,舒晓曼和别的男人在卧室里还能干什么?杨光捏手捏脚着,来到卧室门口,他再次确认了一下,卧室里传出一声低沉的男人的声音,接着又是女人一阵欢快的欢笑声,杨光压绝的内心有一团火生了起来,直冲脑门, 他压抑着心底的愤怒,抓着门把手,一把就推开了卧室门,舒晓曼尖叫一声,下意识地把被子拉到了胸口,接着他就破口大骂起来,你要死啊,怎么进门一点声音都没有,吓死我了,阳光有点傻眼,卧室的双人床上,舒晓曼正蜷缩在被窝里, 他的怀里还抱着一本平板电脑,又一阵男女的对话声从电脑里传了出来,原来,舒晓曼正躺在被窝里,追着一部言情剧,阳光善善地笑笑,提起的心又放回了肚子里,怎么这么早就上床了,舒晓曼抓着枕头就砸了过来,你要死啊,出差回来,怎么不提前打电话说一声, 你想吓死我啊,阳光搓着双手,尴尬笑着,我想给你一个惊喜来着,这下惊喜没了,舒晓曼越发地生气,被子一拉,整个人从床上跳了下来,我看到门口有一把雨伞,以为家里来人了,没人啊。 阳光急忙退后一步,什么雨伞?哪来的雨伞啊?今天就我一个人在家。 舒晓曼怒气冲冲,出了卧室一看,门口果然处着一把黑色的雨伞,舒晓曼疑惑地回头,这伞不是你带回来的? 阳光摸摸淋得湿漉漉的头皮,缩了缩脖子,不想和他吵架,那这伞是哪来的? 舒晓曼脸色也不好看了,家里莫名其妙多了一把雨伞,显然是有人来过,可来的是谁呢? 阳光审视着舒晓曼,舒晓曼双手抱胸,怒视着阳光,两人大眼瞪小眼着,突然,舒晓曼又一下跳了起来,早晨我叫了终点工来家里打扫卫生,会不会是他把伞落到我们家了? 舒晓曼火急火燎打电话到了家政公司,找到了早晨来家里打扫卫生的阿姨,可疑问之下,舒晓曼又傻眼了? 人家阿姨早晨来时都没下雨,走的时候,还是淋着雨回去的,根本不可能把伞落在舒晓曼家里,家里不会招贼了吧。 阳光也紧张起来,两夫妻急忙翻箱倒柜找了起来,首饰,钱包,一应的贵重物品一样不少,月是一样不少,阳光的心头就越是不安,这把雨伞到底是谁的呢? 阳光偷偷偷审视着舒晓曼的一举一动,家里的钥匙就只有自己和舒晓曼有,那么自己出差一个星期,能来家里的人,阳光不敢往下想了。 那天两夫妻都没了小别圣新婚的喜悦,猜忌像一朵乌云,笼罩在了两人的心头,晚上两人都没有什么心思说话,阳光连晚饭也没吃,早早上床躺下了。 可翻来覆去的,他就是睡不着,脑海里一直回想着那把雨伞的模样,窗外的雨稀稀利利地下着,听着窗外的雨声,舒晓曼突然一翻身又坐了起来。 我们家的房子是去年装修的,会不会是装修师傅拿着家里的钥匙来过呢?说什么胡话呢?装修师傅来家里干什么?再说,装修钥匙打不开现在家里的门了。可还会有谁有我们家里的钥匙呢?舒晓曼索性坐了起来,不要瞎想了,快睡吧。 阳光翻个身,给了舒晓曼一个后背,但阳光却睡不着了,他突然想起来,家里门上钥匙他曾经还给过一个人,那是他曾经的一个情人,阳光半年前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外恋,女人叫何欢,是阳光公司的一个同事,一次公司聚会上,两人都喝了点酒,阳光一个没把持住,两人偷偷去开了房。 后来两人交往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,阳光发现何欢很势力,也就断了来往,在两人交往期间,舒晓曼回过一次老家,那段时间,阳光曾经将家里门上钥匙给过一次何欢。 阳光已经记不起来,那次将钥匙给他,是让他帮自己回家拿什么东西了,阳光和何欢分手后,他过了不久,也辞职去了外地,两人再没联系过。 但刚刚舒晓曼的话,让阳光倒抽一口凉气,是不是他那次偷偷配了家里钥匙呢?可他来家里干什么?身后舒晓曼传来了均匀的呼吸声,他已经睡着了。 阳光偷偷偷摸摸摸下了床,一进厕所,就急忙给何欢发了一条短信,睡了吗?电话那头沉默了许久,就在阳光打算回卧室接着睡觉时,手机突然响了一声,怎么,这么晚了,想我了吗? 阳光急忙回了一个微笑的表情,他不知道该怎么说,没事,就问候一下。 何欢辞职之前,曾跟他借钱,他果断拒绝了,当时他嘴巴一翘,不高兴,而阳光更不高兴,心说,借什么钱,不就是想要点分手费吗? 可两人在一起时也是你请我愿的啊,如果现在给他钱,那和卖的有什么区别,为了借钱的事,两人不欢而散,这之后就再没联系过,会不会是这件事让他心生怨恨呢? 这种女人,真是招惹不得,阳光想了想措辞,还是急忙发了一句,最近过得好吗? 现在在哪儿呢?外地啊,我要结婚了,最近忙得晕头转向。 哦,你没回来过呀,回来干什么?你不会真想我了吧,要不我这里不结婚了,回来你娶我啊。 阳光手一哆嗦,急忙说,没事,没事,就问候一下,那祝你们新婚快乐哦。 阳光说完,打开和欢的朋友圈看了看,他果然是在外地。 朋友圈里还有他昨天,刚刚是婚纱的照片,阳光抓着手机,心想,问题不在自己身上,那就一定是书小漫有问题。 阳光鬼鬼鬼祟祟又回了卧室,客厅里的钟表,滴滴答答地响着,窗外的雨早停了,阳光想得脑袋疼,可依然没有一丝睡意。 他大睁着眼睛,看着天花板,书小漫突然翻了个身,阳光急忙屏住了呼吸,书小漫又翻了个身,轻轻踢了阳光一脚,阳光装作睡着了的样子,呼吸逐渐匀称,书小漫捏手捏脚,轻轻爬下了床。 他要干什么去,阳光偷偷打亮一眼,书小漫踢踏着鞋,摇摇晃晃去了厕所,阳光侧着耳朵,静静听着,厕所传来了开门声,关门声,水声在厕所响起,风声从窗外吹过,一阵困意袭来,阳光迷迷糊糊睡着了。 当阳光从梦里醒来时,船窗外的阳光照了进来,昨夜的雨早停了,阳光翻了个身,身边书小漫却不在家了,阳光起身屋子里转了一圈,他头昏脑胀着,想到今天还要回公司报道,就更加的头疼,阳光顶着一对黑眼圈,又看见了门口靠着的那把雨伞,阳光就觉得心被戳了一下, 他一回头,就看见了餐桌上书小漫的笔记本电脑,他鬼使神拆地打开电脑,登陆上了书小漫的微信,他漫无目地浏览着,最近几天来书小漫的微信聊天记录,你是不是把伞留在我们家了? 书小漫在昨晚凌晨两点,问一个叫伍木的男人,我有病啊,伍木又说,我们早已经分手了,你不要再来缠着我了,可我们家里昨天突然多了一把伞,书小漫接着说, 那不是我的,你仔细想想,你没有问题,肯定是你老公有问题了,我再说一次,我们已经分手了,不要再来烦我,阳光正打算接着往下看,书小漫的微信突然在手机上登陆了,他被破掉了线,他被发现了。 阳光心里一阵五味杂沉,他说不出那是愤怒,还是懊恼,书小漫果然有问题,阳光痛苦地揪着头发,他不知道该怎么办,门口传来一阵要是开门的声音,阳光抬头茫然地看着刚刚进门的书小漫,书小漫穿着建居家服,手里提着包子,油条,他看着像是刚刚出门去买早餐了, 现在他攥着手机的手指节发白,微微有些颤抖,你居然偷偷登我微信,这么不相信我吗? 书小漫恶人心告状,明显是想要倒打一耙,阳光脸色铁青着,闷声闷气道,没做亏心事,你怕什么? 我做什么亏心事了? 你不要血口喷人。 我血口喷人,那个五目是谁? 阳光愤怒地站了起来,全身都微微颤抖着,你还好意思问我,昨晚你半夜三更不睡觉,躲厕所干什么了? 那个何欢又是谁? 人家要结婚了吧? 你心里不是滋味? 书小漫寸步不让着,你昨晚偷看我手机。 阳光愤怒地捏着拳头,两人大眼瞪小眼地对峙着,他们每天睡在一张床上,他们是世界上最亲近的人,最应该相互信赖的人。 可是他并不清楚,他们之间呈横着多少彼此一生都不可能坦言的秘密,一阵敲门声打断了两人的剑拔弩张,书小漫将手里提着的早餐扔在了餐桌上。 黑着脸,坐在了一边,阳光努力平复一下自己的情绪,默默转身去开了门,敲门的是,隔壁邻居张阿姨,她带着嗓门道,小杨出差回来了呀。 我昨天好像把一把伞往你家了。 我过来拿一下。 书小漫很吃惊,你什么时候来的? 我昨天一直在家呀。 昨天你家不是来个终点工打扫卫生吗? 我就在门口随口和人家说了几句话,结果把伞忘了。 这年龄大了,就总是丢三落四的给你们添麻烦了。 看着张阿姨拿了伞,脚步轻快地离去,书小曼和阳光两人面面相去,一时间凌乱在了那里。